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枢神经系统往往这种孩子容易出现抽搐 有一部分是中毒性脑病 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是病毒性脑炎引起了 因为腺病毒肺炎它的病情比较危重 因此来说在临床上它的死亡率是相对比较高了 它对我们的孩子的危害也是比较大了 那么如果说一个孩子患了腺病毒肺炎 我们一定要进行呼吸道的隔离 预防他去传染其他的孩子 另外对于普遍的人群 在这个要注意增强免疫力 减少就是疾病入侵的机会 再一个就是腺病毒流行了季节 要尽量少到人群密集的场合去 要减少接触这些腺病毒感染的人 这样